过去一年 国际形势又发生很大变化 地缘冲突加剧 经济复苏乏力 冷战思维回潮 中国和德国都是负责任的大国 不仅要发展好双边关系 做合作共赢的表率 更要心怀人类福祉 中方愿痛德方一道努力 捍卫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